志玲姐姐六號出席代言活動 剛好這天也是跟老公的 結婚四周年紀念日 她也透露晚上打算這樣慶祝 我們六六大生 你真的你是一個好日子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是你 你有沒有什麼慶祝的計畫 待會收工之後 會和家人一起慶祝 對 家人都一起嗎 對 老公也在這樣子 在 就是一起吃個飯 對 你是出去吃還是自己下廚 今天出門 出門吃 大概會在哪個餐廳 你好像在幫媒體問 對 幾點的時候 幾點的時候 不是 媒體很愛她 怎麼辦 大家很關心嘛 你們會有送禮的一個理緒感嗎 我就寫了一張卡片給先生 他們很愛寫卡片 上次他老公在我節目 寫了一張卡片給他 然後你現在寫了卡片給他 對 我覺得很多 你可能都寫的時光很忘記 可是這些文字流下來的那個溫度 但感動它是會有成 是 新的時候 所以我一直還是很相信文字的力量 這個就是非常有情懷的靈智領域 女眾不同的氣質就來自這裡了 而且很巧喔 我們剛剛講四年代言 阿姨結婚也是四年 美好的緣分 是的 延續下去 我跟董姐報告一下 她是主動跟老公出門 所以你現在是主動要求續約是不是 對 你剛剛是在做一個主動 剛剛的 有太明顯了 有很明顯了 對啊 我的緣分延續下去 麻煩帶上我嗎 一起續約 你先慢 好 好 見很多 我們不認識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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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不認識